女孩子在外面还是得稍微 哎呀 好想想会更短 杨幂你会把前任当人脉吗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 如果他把你当人脉 你会帮他吗 很少上综艺 所以在综艺的印象 我可能会比较少 没事没事 其实我也没怎么看过你的作品 你哪位啊 你哪位啊 场面二 那种特纯 特别空的感觉 我管他喜欢什么 是一个国宝级的一个钢琴家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但我觉得并不是我选男朋友的标准 我觉得是弹钢琴和弹棉花的 对我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印象 特别爱 献慕我 对啊 应该少说他们吧 就跟我合作 场面三 我的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ane are 不喜欢不喜欢 我又不是为了你活的 最大的反省就是 太红了 场面四 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礼让三分 人再犯我 斩草出根 都说公主抱体重上限是你 你想说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在多健身健身吧 多健身健身 多健身健身吧 场面五 从来不后悔的人 我们喝这个水从来不晚回收 你是想清楚的人吗 对啊 我想清楚 大不了就被骂一顿 没能怎么着 那你们都在攻击我好了 这些血淋淋的现实 没有教会你说话要圆滑一些 我这个话说实话有什么错呢 觉得我一定可以接受你 年轻嘛 还21岁 为什么不敢啊 你不答应你 你拒绝我的 没问题啊 一二天就可以去认识另外一个 一二天就可以去认识另外一个 女生穿什么样 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我是不同意 首先我是不喝酒 我最近有点过敏那种体质 比较庸俗的男生 你孩子喝酒怎么让我问你 比较庸俗的男生 他以前喝酒了吗 不不不 不是可能啊 是你女朋友喝酒了吗 就去喝酒那个场合啊 那怎么了呢 好朋友直接出去喝喝酒 小周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不就可能啊 有什么偏见啊你 长面期 公司年会那个算很保守了 结果来这边反正我们公司的 我们已经很OK了 结果我一脱了四个 还是身材最烂的 你们现在年轻男孩都不健身呢吗 没有想到过衰老的问题是 他会有一个时间段的焦虑 然后你慢慢的接受 然后慢慢的去你的 长面吧 喜欢我的时候 我的单纯就是魅力 不喜欢的时候 我的单纯是永病 怎么我的优缺点 是由你的荷尔蒙决定的吗 谁说哪里白里说一 优秀到让人窒息 所以才不能继续 他说他不配 我们就说对 他说是他蠢 我们就说滚 爱他就是要相信他 我长相稳定 性格刚宁 两眼一钉草木皆兵 谁敢炸我 鱼不会死蛋饱 一定 你觉得容易发展感情吗 会吧 因为人们的时候 就会想要找个男人 来玩一玩感情 长面酒 炎热吃什么太子 希望他做的幸福 最近一次说谎是什么时候 刚 长面食 当心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现在觉得退一步 蹬鼻子上脸 如果我过去的人生有五点 那就是我太给你脸 我的座右铭 那就是 不求尽善尽美 但求为所欲为 有人也会不喜欢我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 反正我又不会改 长面食衣 有过一任男朋友 他就愿意我去参加了 一个世界 跟我说你要想做这行 我就跟你分甩 Look at me now 三天可见 59秒云 就长云真的很短是吧 挺烦的 你有什么事还是打电话说吧 三天可见呢 三天可见 我也没那么想了解你 场面食尔 都跟我没啥关系 咱换个话题行吗 你哪家报纸的 你去问他呀 你怎么这么好奇呢 我什么都知道 这边 这边 这边找朋友嘛 知道也不能跟你说啊 为什么老要聊他们仨呀 你说那个Sam呢 他那个男朋友啊 九个都会说 我拿过很多优秀的男演员 很羡慕你呀 然后你跟他们拍演戏什么什么的 好像他们亲了我就是 我占了多大的便宜 演戏是互相成就的一件事情 不能老采访的时候 就是你来问我 你们咋会问人这些 男演员 对啊 我一个人愿意想起曾经 到底经历了什么事 自己知道就好了 对 但是那些东西终将 终究你那么不死我 我真的就会变成 对年龄有过危机感吗 没有 有没有因此而纠结过 挣扎过 没有纠结我 你对自己的事业曾经产生过怀疑吗 没有 你专利匹配的是你的努力吗 我觉得差很多吧 这是彪悍的宁静的态度 我不管 如果我连这态度都没有 我还搞什么 场面15 能问你财务上帮助过 是什么呢 就是问你借钱 嗯 我通常不会借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身边的朋友说 我能不能给你借两万块钱 我今天借给你的话 你也觉得说 你今天都是一个这么大的明星了 你不会找我 要回这两万块钱吧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道德绑架 我也不想有这种奇奇怪怪 尴尬的事情 所以还好 我身边没有人管我借钱 但是如果我碰到这种情况 我全都不 场面16 多了这年纪 你看他老了 你看他发福了 干嘛 我在想那油腻男不也多的是吗 啤酒度不也多的是吗 为什么就不去多一些评论他们 那么关注他们呢 为什么就每个人都会老吗 为什么非要说 哎呀美女迟暮了 啥啥啥 美人迟暮什么的 只是这些词本身就不建立在一个不平等的状态 那我还没说你头发秃得比镜子还干净 前任是可以帮助我们 我能不能向他求助 没有前任就活不了了吗 世界上人那么多 谁不能帮助你 场面17 唱歌这个我知道 所以对于这个 金曲响评委对我的这个肯定 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stand white man always text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why do i care about what you want i want a million dollars but i don't see you contributing to that so 那个七岁前男 男眼岁月痕迹 皱纹清晰可见 对了个三十七能没有皱纹吗 如果你们真的是爱人 要不过两边打两边 自己完全犯错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不过我已经真的想知道了 什么 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不过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吗 我是公众 然后我就必须把我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你 不是啊 至少因为很多传言嘛 所以知道说你的离婚到底是有办呢 还是没有办呢 我还行的 你话跟你没有关系 你的读者也没有关系 会听主要是太忙了 可能不回 我拍一拍他 他应该感到 好 三十一 肛业十八 你确实是有事 不错 你一般跟他说 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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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许可 你不会终于 没有 你要去谈谈 你一定要去谈谈 你还想想 现在怎么看 如果我是旁观者 我可以频道 大当的说 我不考虑 因为教会影响到我的名声 但如果资方用3亿砸了我 我就好吧 去学练抠 不理解 不想那么理解 出去的女孩那么多呢 因为女性太优秀了 女性不停地在自我成功 自我进步 自我审视 自我改变 而同时在做这样进步的男性 太少了 主动来 你永远不会主动的 三大十号吗 不 我是主动解决问题的人 你是主动的 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个问题 我知道这个时间 一旦浪费过去 两个人的性质可能就变了 我的底线是 我又不怕失去 场面十九 单身主义 我也不是单身主义 我也不是反对婚姻主义 我不反对一切形式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 都只是形式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的选择 婚姻也好 不婚也好 单身也好 或者说 在一起 但不选择 婚姻这个形式 都是一种方式 都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任何人 完全有自由选择 任何一种形式 场面二十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可恶的老巫婆 感觉她人生中 所有的苦难 都是由于我说了一句 你为什么看起来 这么普通 却这么自信 就是 你们 难得也太能 讨好了吧 就我感觉 我说啥不对 我说你是个垃圾 你肯定是不乐意 对吧 但如果我说 你是个好人 你也觉得我在侮辱你 现在我说 你是个普通人 你也不高兴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见人 见智的事情 还有这种骂法吗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应该这么说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 昨天我给杨本讲了 这个段子 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她听完以后 她说杨丽 你在挑战男人的底线 我听完以后 特别震惊 我说男人还有底线呢 所以 你们现在也知道 为什么我现在要赶紧挣钱 因为我这个性格 演艺生涯应该也不会长 我现在就得赶紧挣钱 我不能没钱 我将来不能受穷 因为我不想有一天 我老了走在街上 被人认出来 七老八十的人 你说你看 那就是说男的都是垃圾 那个他在捡垃圾 记得关注再走